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由中央电视台为您转播的2006年世界男篮锦标赛A组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之间的这场比赛 在上半场结束之后呢阿根廷是39比21领先委内瑞拉 下半场开始之后吉诺比利还是由就像之前中场休息时候我们的主持人所说啊 被中场的时候评为当场上半场的最有价值球员 那么得票数也是非常高下半场也是众望所归继续回到场上 但是开场之后还是一记带球撞人 我们也是希望委内瑞拉能够在下半时的时候在投篮命中率上有所提升 这样的话不管怎样好的 看这球是内线强打 如果投篮不中之后 强盗篮板二次进攻命中 给白号阿葵蕾拉 那么下半场如果说委内瑞拉能够在投篮命中率上有所提升 尤其是在内线的表现啊 像刚才阿葵蕾拉这种强打的时候做的更好一些的话 可能会相应的激发阿根廷的斗志 这样这场比赛可能会好看一些这场下半场 但是你要想挽回18分的这种劣势呢 我觉得还得从防守先入手 比如说你的进攻本身是不具备太大实力的 这个球应该干扰出来 就是说你在防守的时候 应该像这种球 他首先的应该第一的做到快速的退防 就是第一时间先把这个阿根廷队 有可能进行快速反击的势头给打掉 让他进入半场的进攻 就是把他对方的这种节奏放慢下来 第二就是就是怎么说人几层本领吧 他最容易打你的就是攻守转换 对就第一时间你没有退防 我直接两个三个人抵多打扰 也是得分效率最高的一个方式 对那么先逼迫你进入半场 就是半场以后呢才能够谈你到底是盯人还是连防 是吧对针对你这样的这种打法 你传球快出分好 好那么你还是应该先以联防先遏制他先不让你在内线得分 等到你一旦外线要有投开的苗头比赛扩大一点 那么这才可以把这个就是阿根廷队的这种得分在不停的涨 优势不停的扩大那种呃视图那个遏制的 然后才能说等到你投篮不进我有篮板的话 我挖回来再讲我的攻守转换 就打篮球其实就是就是逻辑是非常分明的就一层一层 然后你说有时候比如说这个队打不过那个队 其实就在某一个环节他第一点没做好的时候 后面就是都谈不上 你看他现在都是一桌打闪 篮下你看 而且现在委内人拉也是过多的依赖卢哥和这个迪亚茨这两个点不像阿根廷 卢哥呢他确实在全队来讲的个人能力是比较不舒服一点 他在打那个就是尼巴嫩队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卢哥是拿了16分13个篮板 对就是两双 那么第二场比赛也是两双他是尼日利亚 他是十三分十三分十四个篮板 你能看出来他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这种南美洲这种中方 对拿两双的本身很高 篮板球对他来讲很容易 但是呢你要个人强攻能力也不见那么强 就是说他力量不够足 这个球也不错 你看就是说你在进攻的时候 如果你和对方在拼阵地的时候 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突破和分球 机会就会突然很多 而且我们今天看打到下半场以后 换上这个8号阿奎雷拉之后 他感觉是在这个阿根廷的篮下 有一个兴风作浪的感觉不断地在搅局 阿奎雷拉已经是刚才有一个两分的强打二次篮板 这次还是二次篮板造成阿根廷的犯规 阿奎雷拉在对黎巴嫩的时候也是拿下了18分 当时是北内人拉的最高分 所以说阿奎雷拉的身高是不到两米 但是整个弹速啊身体速度还是非常好 他打4号位 他打4号位在内线空的比较劲 但是看他的外形就没有我们对冲都不了解 对 就是看他的肌肉 太快了 就是他的肌肉 看肌肉类型和韩雷拉其他队员不一样 别人的队员可能脂肪充满太多 对 他是这个肌肉含量的 好的 这次是终于在外线找到机会 托雷斯 看托雷斯的这次投篮有点让人回忆起来 第一天中国和意大利 意大利金方使用的战术 底线溜的范围很大 到三分线外一接球马上就投 这也是需要很顺的守风 他能力也盯人 他盯人打起来比较简单 因为对手弱的话 盯人比较 对 个人能力都在对方之上 基本上平均下来 你看速度多快 哎这是错误的 你看啊 就是说对方已经形成在移动当中的时候 你不要伸手 这个你一伸手是一定犯规的 因为你是禁止 他是移动的 这时候呢 你就跟着他 就是保持有半步一步的距离 你跟着他走 他一定会停下来 因为这时候 他进攻队员也不敢贸然的就来撞 就像我们平时在这个训练的时候 经常要说把这个进攻队员送 往这个边路上送 不要让他长驱直路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并不是要让你去断他 别让他走直线 然后呢 你的重心要降下来 就是 一边一边就往后倒 一边如果你实在跟不上 你就用这种侧滑步啊 用这个交叉步啊 能够做到跟他形影不离 你别去碰他 对 这就可以达到防守的第一个目的 对看一下诺小尼 就是刚才一个 没什么大事 砸球线中 他一个单手的抛头之后啊 现在倒地表情至少是 表现的相当痛苦 就只要腿没事就行 因为在公牛队的时候 打球我看他 对 尤其是打季后赛的时候 拼的还是很凶的 他遇到对抗啊 远远超过今天这种比赛 再来看一下半镜头是怎么回事啊 收缩防守 哎呦踩到了脚上 这一下看来是崴到左脚了 但是看他这个脚腕子啊 当时没有 是整个脚的前脚掌踩到了 对但是他没有太 崴得很厉害 没有没有那样特别厉害 应该说是就是完全是落地 自己用意是不均匀造成的 也不至于到不能打球的地步 估计这场不能打 但是可能会保护一下 休息一下诺小尼 嗯 那这样的话 至少现在阿根廷在打小组赛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精神领袖 还是吉诺比利啊 对 东西小尼应该说是逐渐的 在阿根廷队伍当中是 越来越明显的 居于一个核心的地位 在往这上面攀升 我那边拉了三分球还是没有什么进账 你看这个8号 这个9号托雷斯的这个动作真是 就是很怪的 就是明显这个进攻队员已经是形成了这个面对篮筐 同时已经自己的队员挡住了他去路 你在后面你去刀他一把 就是我们看手太多了 这一下 我至少打到现在吉诺比利还在场上都已经领先了18分了 因为第二阶段的第二第三阶的第一阶段还没完 对 他要展踢以后才会下去 又是通过前场的这个逼抢啊造成了文内尔拉的失误 好动 你看也是 拉出来给吉诺比利 拉出空档来 但是这次自己失误 这是一个战术性的犯规 战术性的犯规呢也要分什么情况 就是说如果已经形成直冲篮框 而且前面没有别的队员的时候 你是不能这样的 这样的话会判技术犯规的 如果前面还有人没事 这是战术性 先让你这一次进攻破坏的 对 看强中像你这边镜头也是给到他身上啊 你看这个防守是好的 这是桑切斯 11号这是普里吉奥尼 普里吉奥尼 刚才刘新宇讲的这个就是防守的一个第一个要素 就是说你要让他往旁边走这个 阿根廷队员做得非常好 他不去碰你就是用身体挤住你 就像我您刚才说这个滑步啊 用滑步或者是用斜步跟上 你还往边上送 感觉委内瑞拉的球员就是很着急手很多 你看这个球你要说判犯规都可以判 对 辣美地区好多仙人掌 反正我觉得就是他们打球的这个习惯啊 就跟仙人掌差不多的 一个身上长刺一个手上长刺 而且老是支愣着就是不带缩回来的 这种仙人掌篮球呢 就是在国际大赛上 尤其像这种世界级的这种大赛 不是美国人的比赛啊 会经常被吹 而且非常冤枉 还是阿奎雷拉 那现在感觉美内瑞拉队 就是让我们感觉最好看的一点 现在就是阿奎雷拉了 阿奎雷拉在篮下依靠自己的身体素质 依靠自己的弹速 经常是在阿奎雷多元头上摘帽 摘下来以后再打二次进攻的强打 这辣美球员按道理 你看我们看这个波多黎各队 他也是辣美型的 那么这种身体素质啊非常好 他不像这个委内瑞拉 他好像是在美洲球员当中很独树一致的 就是不靠肌肉不靠速度不靠弹跳 但是呢你又没有进攻 所以整体的战术素养 我觉得和别的球队是比较差比较多 现在整个世界上的篮球都在飞快的进步 这是为什么我们中国队老觉得 老觉得累呢 就是说不是说你没进步 而是说别人进步更快 进步更大 所以你老是赶不上 老觉得今天以前我们弱的时候 说我们篮球弱 可是呢跟世界上一些球队打 还是能赢球的 但现在打他们都很累很吃力 就是因为别人的进步比你快 我们的只有姚明是在进步 那么别人好像是整体的上升速度啊 不够快 那么加上有些原有的特点 像外线的三分球 快速的反击 应该说在黄金一带吧 对 胡卫东 刘玉洞 张静松这么一批人 就没有了 之后 因为我们之前两天听到一个数据说 中国队的整体身高是警察最高的 我真觉得非常悲哀就是 哎呦这是干啥球了吧 要看 看怎么吹路哥 这就是干啥球 对 好的观众朋友们 那让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如果奇奥尼的脚腕子已经是用冰带给敷上 打篮球的朋友也不要家里头背点冰箱 背点冰 要不传的话 教你一招拿一个碗 拿一个拿一个碗 然后放上这个一大碗水放在速冻箱里头 然后等到这个你每天说脚突然不舒服 或者打完篮球 拿那个橡皮锤拿出来 放在保鲜袋里头把他敲碎了 然后两层保鲜袋就放在你的伤处或者说放在膝盖里头 快速急救法了 这个是非常有好处的 因为能够使你如果你没有伤 你可以使你第二天的膝盖不疼 还有呢如果有优点伤 不会让他淤血或者说肿起来太厉害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了 这一受伤之后首先要冰敷 或者至少没有条件你拿凉水冲一下 对这是这个浪费水 对浪费水 中国现在是节约要节约水是第一的 还是背点冰块这是最好的 对说话之间已经是21分了 对刚才已经是暂停 就是有一个干扰球好像他还没算 嗯 那这个就是看看 今天的第二个三分球 对 这是沃尔科维斯基 他这边呢阿根廷队其实各个都能投三分 只不过没显露上半场是投了一个 上半场开张也投了一个 你看两个人起跳包夹 然后呢 对于内线的保护非常的合理啊 感觉像有一个大罩子一样 你看这反调 哎又传出来 这种篮球呢没进去没进啊 你们看这个线路 他打的非常清晰 这是先反跑进去以后呢 一到有人补了 再传出来再投三分 看来这个下半场 下半场 下半场 有望会 阿根廷要开始玩这个 着重要练一练三分了 阿根廷可能下半场 对你看这个穿球多漂亮 跟着你跑 然后呢 一个脑后 脑袋后边一个反船 对 还是沃尔科维斯基 那他在莫斯科科 科兴基队啊 应该说也是 2米08的一个投手了 在外线还是有非常高的命中率 动作做出来了 这是赫尔曼 他实际上应该叫M 就是埃尔曼 他是西班牙语的H 打头的字是不发音的 但是通常都翻成是赫尔曼 他在上一届这个奥运会上 也是打出风头 对 阿里奥斯的两发终于 好球 你知道他们今天浪费多少机会了 对 就是刚才那个意识已经非常强了 就是能够想到这个球我要充长 而且直接上篮 但是呢 又是浪费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感觉还是让我们突然心动了一下啊 好球 你看啊 大哥在这边挡完人 这边直接就接球 其实他可以投三分 没有投 又是你看第三个三分 下半场 就这种战略的转移 我们说不是战术转变 而是战略上的转移 所以我是想由主导内线变成突分 就是突进去 球发出来 你一旦有人挡 我就出来 这阿根廷队的确实经验非常老道 但是你看这种球 和阿根廷的这个三分球是完全不是一对照就知道 就是说他是出来机会他就想投 但是阿根廷是我出来机会我还要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 实际上呢 我觉得阿根廷的机会是创造出来的 而这个委内瑞拉的三分球机会是找的来的 所以自己跑出来的 他找他就想说我赶紧跑出来 我一看没人我赶紧要投 其实呢人家不是说你现在没人 而是说我这一步还没上来 对 就是明显找出来机会之后啊 这个空当他的质量是不一样高的 阿根廷是已经通过掩护通过传接球通过突分之后 把其他队员都吸引开了 那么你拿球之后有非常充足的时间来做投篮准备 但他这个是看似甩了一步过去 但其实压力还在 拿球投了还是会有很大的压力在身上 就是抢出来的机会 是吧就着急 心里面会特别着急说你赶紧慢点 我先投了再说 那么中国队的三分球呢 这种三分球居多 就是说创造出来的三分球机会比较少 所以现在呢以前我们看那个黄金一带打球的时候 中国队的就老觉得说 哎呀我们中国队难道那天就没人吗 为什么老要靠三分球去迎别人多难啊 但是现在再看三分球在世界上 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一种常用武器了 就是包括美国队他也在常用这种三分球武器 那么欧洲队三分球的这种数量是非常多的 而且是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战术 那么中国队呢反而在向大个 就是大型化转移的过程当中 而且现在中国队的内线可以说是实力非常强劲的 在这种情况把自己原本的一个优势给丢失了 所以呢现在应该说我们 说三十年核东三十年核西啊 又回过头来潮流又回来了 当年说过时的裤子不能穿了 现在一开又时髦了 对吧 但是呢他的对他的理解 他的档次是不一样的 以前说我们没办法没人 我只能投三分进不去啊 对 完全是不一样 再来看阿根廷队怎么来创造三分球机会啊 一对一我就突 这个是好机会 一个看似往内线切的一个机会 接着反跑出来又是赫尔曼 赫尔曼也是连投了两个 这个乌尔科维斯基也是连投了两个 而且是出手都有 就很从容感觉他们出手的机会 这也着急啊 这两步怕的 这时候赫尔曼是感觉阿根廷队已经是战术演练了 对他是在成有意识的在在打这个三分球 你看啊他不着急往里面去 对 就有机会往里打可能有机会我会打一个 但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创造三分线外的机会 对 如果说上半场是这个斯科拉在篮下大出风头 下半场阿根廷是有意识的在演练三分战术了 然后外线他有点移动了 好球 哎好的 这是普利 普利吉奥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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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利吉奥尼呢 也是一个就是身材矮小的空位 是啊是基诺比利的这个替补 但是呢上场时间今天显得比通常尤其的多 还超过了吉诺比利的上场时间甚至可能 其实也是说一个队员啊他强的很均衡 就像阿根廷这样能突能投 而且在防守体系上应该说前击的作用非常的强 那么打防守反击的能力也特别好 那这样的话 委内瑞拉防了一点其他的点都防不住 对他们现在呢 那委内瑞拉我觉得还是在整体的 这个半场防守 因为现在阿根廷基本上不打攻守转换球了 对 都是落入阵地 那么你这时候正好是对委内瑞拉来讲 他可以改变一些半场阵地的防守阵型 你到底是说我看你投三分 那我能不能说改一下三二 对 空大的三二 对外面多布置几个人 或者说你索性就收缩一下 不让你突 你只要你在外面传 那么外面传的这阿根廷会觉得很难受 说我本来是不分型的球队 本来是吸引牵制 然后再分出来 现在我外面传的反而很轻松 有时候这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 突然可能给他更大的空间 反而他自己找不到节奏了 但是委内瑞拉在进就是防守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他还是以叮人的一股 而这时候阿根廷一旦外线投开了 我们看刚才这个球就是这个 普利吉奥尼在空切的时候 就是阿根这个委内瑞拉几个球员全部面冲外 都在看那几个三分线外的投手 没有人已经没有人管内线怎么样了 所以这个看市井赛有一点好 就是看的是我老觉得看的是智慧篮球 就是我把这个世界上篮球分成两种 一种身体篮球 一种是智慧性的篮球 呵呵 身体篮球是以NBA为代表的 大批的这种美洲型的这种球 还有非洲型的球队 那么智慧篮球是欧洲的代表 加上南北的阿根廷 这个球有点快 哦 抢投了 这样的话第三节也打完了 这一节阿根廷是打得行云流水啊 三分线外的投篮命中率是非常的高啊 这个这一节投了好像是四个三分球 应该说至少阿根廷队在这一节当中 三分球的战术演练是受到了成效了 你看他第三节得很明显超过千两节 对74比38接受第三节 稍息休息之后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第四节